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有一段时间没给大家录长视频了,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两周和航天有关的能引起大家兴趣的事情并不是太多 不过前两天有朋友给我留言,并提供了一个视频链接,希望我对这段视频里的一部分特定内容解释一下 在这段视频里,UP主对即将参加星剑六飞的B-15操纵尾部部段设计变化,做出了分析和判断 看过这段视频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通过这段视频,能让大家对航天器炷箱设计上的一些关键点有所了解 同时,通过对这段视频的分析,也能更容易的向大家说明 为什么像超纵这样的航天器,在全部发动机关机之后,再次点火的时候,容易出现点火失败的现象 所以,我就做了这期节目 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提到的那段视频吧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还为视频配上了中英文字幕,请大家认真的先看一下 所以,这期间我们也非常感激烈,我们也很感激烈,看到Booster 15的AFT section 做出了一些表现,现在,我们不想太多的改变 given that the Boosters aren't switching to their Block II variant just yet 但我们快速被证据错了 Booster 15的新AFT section has some interesting features 什么这些? 我们的主意是这些是一些延段的增长 它们在立 33的组合大限量拥给合大使用 不可能看到 any valves on the lines, so most likely these are direct open lines between the additional tanks to the main header tank there. There are probably also lines at the bottom of the additional tanks too. So the obvious question might be why SpaceX didn't simply stretch the landing tank instead of doing this. I'm guessing that is because extending the header tank would require a big testing campaign, something that they probably don't want to do given that the Block II booster design is soon to replace this anyway. Later on Thursday, it rolled into the bay and was stacked with the rest of the vehicle. That finalizes the main stacking of Booster 15's aft section at the full 24 rings tall. 视频看完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在视频里被反复提到的Temporary Additional Header Tank 临时附加炷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的主要作用又是什么? 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不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兴建的超重的内部结构。 从超重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超重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 第一就是位于上方的红色部分, 这是超重的液态甲烷煮住箱。 在甲烷煮住箱的下方, 蓝色的部分是超重的液氧煮住箱。 在夜阳煮住箱下面的灰色的部分, 是安装有33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的发动机舱。 这一部分有的时候也会被叫做传立结构。 在今年的6月30号, 天兵公司的天龙三火箭的一级火箭进行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 不慎就把试车搞成了试飞。 一级火箭脱离了与实验台之间的约束, 一飞冲天。 估计就是这个传立结构出现了问题。 不过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并不是传立结构。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超重的液氧煮住箱尾部内部的设计变化。 相比于以前的超重, 新亮相的B15超重的液氧煮住箱的尾部的内部,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屏幕右侧显示的是以前超重尾部的内部情况, 被红色方框框起来的黄色虚线所形成的部分, 被叫做Header住箱,或者叫做辅助住箱。 它又被分成了位于上方的液氧辅助住箱, 和位于下方的甲烷辅助住箱,这两部分。 看到这儿,大家不禁会问, 辅助住箱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想解释清楚辅助住箱的作用, 我就还得请大家再看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模拟兴建首飞的时候, 当超重的33台发动机全部关机之后, 超重液氧助箱内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 当超重的全部发动机都关机之后, 由于飞行中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突然失去了向前的加速度, 导致助箱内剩余的推进剂, 因为惯性的作用, 在主住箱内迅速的样起, 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在主住箱内不停的回荡。 这种现象, 在剩余推进机越少的情况下, 就会越明显。 在兴建组合体的实际飞行中, 由于超重和兴建飞船分离后, 就需要立即重新启动部分发动机, 以便完成在屏幕上方, 红色方框所示的空中翻转动作。 而推进机在空旷的主住箱内不停的回荡, 很可能会导致需要重启的发动机, 无法获得推进机, 实现再次点火。 正是为了降低超重以兴建飞船分离的时候, 超重主住箱内剩余的少量推进机, 在主住箱内四处回荡, 导致发动机无法再次点火的风险。 从二飞的兴建开始, SpaceX就把兴建采用的冷分离, 改成了热分离。 也就是超重在和兴建飞船分离之前, 超重并没有一下子把自己的全部33台发动机都关闭, 而是依次关闭了其中的30台发动机, 却保留了最后位于超重底部内圈的三台发动机, 仍处于工作状态。 这就使得在分离时, 超重主住箱内的推进机, 依然会受到向前的加速度的作用汇集在主住箱的底部。 在这种情况下, 当其他发动机再次点火的时候, 就能方便地从主住箱的底部获得所需的推进机, 从而提高第二次点火成功的可靠性。 但是, 这种方法虽然能解决超重在与兴建飞船分离后发动机再次点火的问题, 不过, 从超重四飞的飞行时序, 我们可以看出, 超重在分离并完成空中翻转动作之后, 依然会把参与空中翻转动作的13台发动机全部关闭。 此时, 超重的33台发动机就会全部处于关机状态。 然而, 根据超重的飞行时序, 在超重即将降落的时候, 先是位于超重底部内圈的三台发动机需要进行第二次点火。 紧接着, 位于底部中圈的10台发动机需要进行第三次点火。 这两次共13台发动机的点火目的, 是实现超重在降落前的快速减速。 在此期间, 超重的速度将快速的从大约1300公里每小时降低到大约200公里每小时。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7秒钟的时间。 平均的减速加速度是4.5G。 在这么高的减速加速度的作用下, 主主箱内残余的少量推进剂会因为加速度的作用, 迅速的汇集到主主箱的下部。 如果减速的过程不是很稳定, 减速加速度就会发生变化。 残余的推进剂就会再次出现在空旷的主箱内回荡的情况。 这就有可能导致, 执行减速动作的发动机无法可靠地点火, 或者无法可靠地在减速过程中获得所需的推进剂, 从而导致减速失败。 为此, Spisa X的工程师在超重液氧炷箱的底部设置了一个辅助炷箱, 或者叫做Header Tank。 之所以被称作Header Tank, 这是因为具有同样功能的炷箱最早被设置在了兴建飞船上。 只不过,在兴建飞船上, 这个辅助炷箱是被设置在了飞船的头部, 也就是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那样。 因此, 对于超重而言, 辅助炷箱的作用, 其实就是超重最后在即将着陆的时候, 向需要点火工作的13台发动机提供所需的推进剂。 根据节目开头的时候, 视频up主的解说, B15超重之所以增加了临时辅助炷箱, 主要是考虑到, 六飞兴建的超重将大概率会用筷子进行回收。 而如果需要使用筷子进行回收, 超重最后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发动机工作时间, 以便调整自身的姿态更好的和筷子进行匹配。 更长的工作时间就意味着需要消耗更多的推进剂, 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大辅助助助箱的容积。 对于这种说法, 我是基本认同的。 然而, 想增大辅助炷箱容积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 可以在辅助炷箱长度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辅助炷箱的直径, 或者在辅助炷箱直径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辅助炷箱的长度。 还可以通过增加一定数量的小炷箱来实现该目的。 但是, 第一种方法, 会对辅助炷箱外的主炷箱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 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和实验。 而第二种方法, 会对辅助炷箱外的主炷箱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实验。 相比之下, 对于即将来临的兴建六飞而言, 在现有辅助炷箱的基础上, 增加一定数量的临时辅助炷箱, 所需的实验工作是最少的, 也最容易在短期内实现。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种措施也能够把浪费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因而这种方法就被SpaceX采纳了, 也就落实到了B15助推器上。 但大家要清楚, 这种方法只是满足目前短期内发射需求的临时性措施。 对于以后的BlockR版兴建的操纵, SpaceX还是通过前面所述的前两种方法, 来实现增大辅助炷箱容积的目的的。 其实, 从这上面我们也能看出, SpaceX相对灵活的管理理念, 而这种管理理念是建立在快速更新迭代这一指导思想下的。 想来,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管理理念, 才是SpaceX能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 彻底改变了火箭的设计思路, 取得这么大成就的关键吧。 节目做到这儿, 我应该基本上把辅助炷箱和临时辅助炷箱的概念和设立原因给解释清楚了。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再和大家谈谈视频里提到的另一个关键名词, COPV。 什么是COPV呢? 中文名字叫做复合材料包覆压力容器, 是一种用于存储高压气体的容器, 在航天器上有着广泛的用用。 COPV一般由金属的内衬和外部复合材料的包覆层组成。 这种设计使得COPV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强度的同时, 显著的减轻它自身的重量。 在航天器上, COPV一般用来存储高压氮气、 氦气等。 主要用途就包括应用于推进系统向住箱提供压力, 将住箱内的推进器汇集在指定的区域。 在6月5号, 波音公司的Stanliner飞船在发射后不久就被发现有氦气泄漏, 而这个泄漏的氦气应该就是来自于飞船上的COPV。 COPV的第二个作用呢, 是可以作为姿态控制系统的器源, 用来调整航天器的飞行姿态。 在兴建的超级重型助推器上, COPV起的也是类似的作用。 从屏幕上的两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出, 在超纵上安装有四组COPV,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超纵上的四条突出的棱的原因。 看来随着更多的信息被披露, 我们对兴建的了解也会越来越深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陪伴。 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 对辅助助箱和COPV还有什么别的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